講到台灣的遊戲之光 絕對少不了思維工坊啦 最佳來自台中的遊戲研發公司 開發的群龍漠視錄 可是在國內外都受到相當大的注目喔 而今年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他們有大規模的展出 所以大家千萬別錯過囉 我們下來就是思維工坊的 群龍漠視錄攤位啦 那思維工坊其實是台灣的遊戲開發公司 而且之前開發幾款遊戲啊幾款遊戲 它在國外都是頗具盛名 所以真的是台灣之光喔 而且現在最新的遊戲 群龍漠視錄也是來勢修修喔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台上的修歌我就知道啦 來現在趕快來訪問一下 我們在試玩區試玩的玩家吧 先生先生可以問一下 你玩了最新的群龍漠視錄有什麼感覺嗎 這一款其實 它的動作流暢性還不錯喔 然後其實我滿喜歡它的那個無準性設計 因為你這樣子就可以 就比較隨意的攻擊的那種方向 所以你玩得很上手對不對 如果以… 其實我現在不常玩線上遊戲 從玩電視遊戲來轉進來的話 其實還滿不錯的 很不錯很值得推薦給大家對不對啊 對 這邊展示呢就是思維工坊 跟知名的電競品牌耀樂公司 他們合作的專業電競產品都在這裡 而且呢這次還會在活動裡面 以抽獎的方式送出喔 有沒有很幸運大家趕快來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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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